接下来我们看看林先生的遭遇 林先生在南京开了一家小饭店 今年6月9号晚上9点半左右的时候 饭店还在正常营业 突然闯进了七八个戴着口罩拿着木棍男子 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一通乱砸 把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都吓坏了 那么今天所有的涉案人员全部落网 在经历了惊魂30秒之后 林先生的饭店成了这一副模样 几分钟前 一群面带口罩手持木棍的男子冲进店内 对着桌椅柜台空调液晶电视猛砸一顿 从冲入店内到离开 整个过程仅仅持续了30秒的时间 接警后 民警很快在离饭店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内 发现了蛛丝马迹 距离现场500多米的一个隐蔽的小巷子里面 一辆数千牌照的白色金杯面貌车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我们通过一些画面 我们也发现这个面包车上坐了大概七八名男子 然后这个这七八名男子 在快到案发现场的时候 均戴上了口罩 对自己进行了伪装 根据面包车的牌照 民警最终查出 这辆车来自素签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经过这个租赁公司的老板这个回忆 而当天确实有几名年轻男子到他的这个租赁公司来租过这个金杯面貌车 然后我们就紧跟着这个线索找到了当天租这个租车的这几个年轻男子 同时几名主要嫌疑人的这个身份也这个因此明确 经审讯几名嫌疑人交代 指使他们冲砸饭店的是南京人马某和王某 6月28号 饭店房东马某以及在南京某中专担任体育教师的王某均被警方抓获 9月10号下午 驾驶白色面包车的司机董某也落网了 据了解 房东马某与店主林先生因租赁合同产生纠纷 马某一直怀恨在心 而后经朋友王某介绍 从数千纠结了8名社会闲散人员报复对方 你要觉得你这次为什么是找你啊 参与他们这事 参与他们什么事情 你做了哪些事呢 就其他人去要 目前因涉嫌寻性滋事罪 涉案人员已被鼓楼警方刑事